回到课堂上来 让大家看一下讲义 我们上一节课谈到如来上世 生死流转与涅槃 解脱的一因 接着呢就是要说明 这一个他的一个 怎么样 怎么样 生死流转 那怎么样 就行得解脱了 好那这边导师的祭宗说无始习所需名为阿赖耶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如来上 就无始以来 他就被 被这个 扎染的这个法 所 这个 包覆着 那这样的 一种被砸染法包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名为阿赖耶 就阿赖耶呢 它包含 砸染的这个表层 跟干净的内层 那这个 那这个叫做阿赖耶 有始有生死 即涅槃症的 大家特别注意这边是正常维心所说的阿赖耶 跟维师讲阿赖耶不太一样 我们先看导师的说明 佛说如来上主要是以常驻不变 自信清静的法体 作为生死于涅槃的所依 那如来上在运触界中 也 言下之意就是在众生的身心中 所以如来上的教学不一定与维师的阿赖耶相结合 因为如来上的教学 有不同的 系统 那这个系统 现在我们谈是跟 阿赖耶 的教学 结合的 那 这样的一个系统 老师特别 用一个语词名称来称呼叫做真常维心 那 当然 就是以阿赖耶 结合这一套教学叫真常维心 这是狭义的 或是说特质 真常维心特质是这一部分 好 那其他也可以广义的纳入在这一个体系了 好 那导师说 本来这套教学不一定跟阿赖耶结合的 好 但是呢众生是一切游行的以心为主 那阿赖耶事是所自一的根本事 所以自然 以形成一如来藏而有阿赖耶 以阿赖耶而有一切法的 这样的一种思想体系 也就是如来藏 它是一个 就是生死流转 灭盘还灭的一个意义嘛 这当然都是导师前面所举的都是愣且经 愣且经 好那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跟阿赖耶有很多相近的一个 的一个 特征 所以他们 很自然而然就就就走在一起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阿赖耶跟如来藏还是要有一些 区别 好那 这个 就是接下来要说的 好 那 自信清净的如来藏在阿赖耶事 阿赖耶事是一切法的根本 或中心 也就是 自信清净的如来藏在阿赖耶事 深处 大家 特别注意这种深处 所以就是 里面了 所以我们这个图就是 是这样子嘛 阿赖耶在表成 然后如来藏在里藏 深处 大概是 这样来表示 那到了圣漫经 如来藏就被称为 自信清净的心 与 心性本境 相合展开的真心论的思想 什么意思 如来藏不一定要跟心有关 但是呢 但是呢 因为他跟阿赖耶 有一些 特质相近的地方 都一切法的意义嘛 对不对 所以两个东西就被结合 但是 怎么样结合 关系是如何要去做一些 定义 要去做一些描述 那如来藏它不一定是跟心有关 那它又是清净的 跟心有关就是自信清净心 所以真心论的心就是真心 受勋 变成 表面上燃物的状态 然后能够 引发一切法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边导师有讲到这个自信清净心的这个心 因为是深处所以它是核心 薪水的心 不要当作一般的心 一般的心就是 能够认识的这样的一种心 那这边 导师是依据这个 任截经 里面的一个夹注 任截经讲到这个 这个 第一心 那其实就是自信清净心的同意语 那这边它有个夹注它就这个心的范语是 Hridaya 就是 心经的那个心 心脏 它有核心的意思 树木的一个核心 所以它不是念律心 念律心就是 Chitta 念律就是可以思维的 好 那 这 这 这边我们就不多说了 这边不多说 好总之 这个自信清净心呢 在 这个 任截经它是用心脏那个字 但其实在其他的经论它也是用 念律心去打这个字 那导师有注意到 自信清净心它有 那个心有两个字 一个是 一个是 念律心 但是在任截经里面用的是心脏 的这个心 所以导师说这个 一个通俗的心脏 深测的真实心可以 可以同一 然后就是 从一般的心 达到心的深处 这是 导师说 任截经改变了这个字的使用呢 还有 有有这两方面的一个意义啦 这个 就是 很特别 导师看到 任截经它的用字 改变了 他就内心就有一些 想法 就从分别思虑的 一直都先说到心脏的心 心脏一般是作为分别思虑心的益处 所以 他用这一个心脏 Hridaya这个字呢 他 有一个意义就是说 他是这个思虑心的一个益处 大概是 思虑心就是上面这一些 那他益处呢就是 就是自信清静的部分和心嘛 这当然 这谈下去又很长 我们这大概说一下 一方面呢 从一般的心到达心的深处 一般的心 到达心的深处 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 心脏心的使用 就是从思虑的止多心 缩到心脏的心 那表示呢 这一个自信清静心是思虑心的一处 然后再来他就是核心嘛 所以说一般心 一般的心也就是 这一个 思虑的心 达到心的深处 他有一个 核心 像树木心那样的一种坚实 的这样的一个 特特特一个 一个批育的概念 所以导致说 通俗的心脏 深测的真实心 在在楞且经的这个使用就 就说明到他的一种 是可以同一的了 通俗的心脏 深测的真实心 好 那再来 这个阿比达摩大圣经也说 无始时来 其一切法等一 由此有诸去其涅槃正德 这个等 就是共同的意思 这个是 这个 泛语 上 比如说 撒玛丽等词 等就是翻那个上那个字 戒是如来藏也是阿赖也 什么意思呢 在 宝信论 他解释这个戒就是解释为如来藏 在大圣论解释这一个祭奏 就说他是阿赖也诗 所以这个戒 不同人可以不同的解释 是 这里面的联络 是如来藏 是自性清净但无始以来就 就被 这是被虚妄 杂然的戏论 习气所 轻人 就名为阿赖也 无始以来 他本来是清净但是无始以来他就是 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杂然的状态 表面杂然但是 里面是清净的 这如太空为福音所必成为不明镜的空界一样 所以分析阿赖也诗的内容有真相 真相就是如来藏与业相 细论 习气 二者的合合就是阿赖也 这边给大家看 就这一个图 这个外面的这个灰色的部分 就是 夜相 但是这里面这个清净的部分就是真相 那这两个合合 就是 阿赖也 外然内经 再来 那在乌浊世清为世里 这是不容易信洁的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 为世阿赖也不是 不是长这样子 那导致说这个不是为世阿赖也这是依如来藏而有的阿赖也所以 大家都使用阿赖也但是这边的阿赖也不一样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是 这个 这个是无浊世清的阿赖也 他就是虚妄杂然 那这个是真相为信的阿赖也 他是外然内经 所以 这两者的阿赖也不太一样 正常为信 正常为信 这边大概用 上面是虚妄为世了 下面是 是正常为信 所以 他们的阿赖也不太一样 上面是 上面是无浊世世清的阿赖也 下面是 正常为信的阿赖也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讲阿赖也不一样 再看导师的说明 所以 大家都用阿赖也但是他们阿赖也的描述是不同的 好 就是他会活动的啦 会有活动的 的一个部分 好 那就有生死流转的住去 但是 如来藏常处不变不离生死 所以可以说如来藏流转住去 就像虚空 随放棋而放 随缘气而远 这边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他其实你要把他讲成法控性也是可以的 你说法控性他不会被人 被染污啦 但是呢 法控性不理身心嘛 不理这些 杂染的一切吧 清净一切吧 都不理这个 真如 一切法的一个事项 就是真如 法性 等等 好 所以呢 接着导师说同时有阿赖也式的真相如来藏 他具足了这个 清净的佛功德 有不离不义的清净性 好 这不是阿赖也式所设 而是法界所设 以法就是真如 好 那 这样的说法呢 跟为世中的无肉种子 属性也是如此 无肉种子 也跟这一个任解经所说 一样是法界所设 但 说是有为生灭 谁说 这一个为世中的无肉种 谁说是有为生灭呢 是为世中 说 这一个无肉种子是有为生灭的 那就跟经相为 经就是 楞结经 楞结经他的 无肉习气是不生灭的 为世中说无肉种子是有为生灭 比楞结经所说不同 就跟经的说法相为 所以他们所描述的阿赖也 这无肉种子它是属于 如来藏的 部分跟如来藏不相离的 好 好 还跟 为世说无肉种子属于法性的 这个 这个 分属的关系是一样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细节不太相同 大概是这样 所以因为 这个阿赖也里面有清净的部分 那这个清净的部分 或者是说这个清净的种子 能够让众生验生时新涅槃 发心修行 然后去破除烦恼 而去正的涅槃 如彻底的一切的 虚妄 杂染 成就一切清净功德 那就是如来藏 出残 出残就是上面那些 藏东西都被清除了 这时候就名为法身 就不再叫做阿赖也 好 这时候名为法身 所以阿赖也 然后修行就变成法身 如来藏或者是法身 如来藏或者是法身 修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把外面那一层藏东西把它 把它这个除掉 那为事呢 他就是 有一点怎么讲 就是 这个水里面有这个沙 把沙 从水里面把它 抽掉 这个是像摩尼珠上面有一层灰尘 把灰尘擦掉 都要修行 就是说修行 在用的PV不太一样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就不叫阿赖也 所以 正常为心他在修行 他不是要去灭阿赖也 阿赖也 他包含着这一个 清净的部分他是不灭的 所以 要灭是阿赖也这个名字 把它灭出 因为 所谓阿赖也就是清净的东西外面包着脏东西 这整个东西叫阿赖也 那把脏东西除去之后 他就不再叫阿赖也 他就叫法身 或者是如来藏 如来藏出产 名为法身 好 那虚妄为是与正常为心 二系适应 不同的根性 开始不同的交缩 那 因为 他们出现的流行的时间 是相近的 同以 石油法为一 而利益切法 为是说阿赖也是 是石油的 正常为心说如来藏是石油的 同以心事为中心 又市场起着相互的因 这当然是在说明 就是 大家都有一些共同性 但大家又不一样 大家就是如来藏跟为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差别 就如这一个 是 示意图 所 所示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情况 好 那 但为是他也谈真如 那 他的真如是什么 含如来藏 为是如来藏就是真如 他正常为心如来藏就是真如在加 佛功德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差别 好 那我们接着 看 最最后 这是最后一段了 好那 这边老师说呢 就是 如来藏的一个真意呢 把它做一个 说明 佛说法空性 把它 就是法空性就是如来藏 法空性作为如来藏的一个内涵 真如差别乌烂外道歉 其实 把所有的这个经里面所描述的 像我那样的一个如来藏 你用法空性的 意义去 做一个替代 也都讲得通 那他讲就像外道的生活一样 好 所以 导师这边说如来适应 凡夫外道 即一分 自我的小圣 如来藏常住不变 流转生死 如来藏常住不变 但是他又流转生死 然后又说 如来智慧得相 相好庄严 在众生 身心中成就 身中成就 身心中成就 好 那这样 看起来就有点像外道的神我 那其实 如来藏的一个真正的意义 就是法空性 好 所以这个如来藏的真意是什么呢 是无边向好如来具体而为在众生的身中吗 真的是外道 自我一样成为众生 而体性就是常住清净的范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 任贼经说不是的 正经说呢 如来藏其实就是法空性 那导师有举经为证 那这个前面这个其实是这个大会菩萨所说 问的 真的是这样子吗 不是 就是 大会说 你佛这样讲的不就是这样子吗 佛说不对 佛说什么 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 之我 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 我 对如来藏我有时候 关于如来藏这个法 我有时候说空 无相无愿等等 如 实境法 实际法性 法身 涅槃 如是等 去说如来藏 就是如来藏他其实 他有其他的同意语就是这一些 那如来为 断 余夫为我去 说离妄想无所有境界的如来藏法门 那就像 陶家就是做陶器的人 与印尼聚以 这一个种种的 这个 宫桥啊水啊木啊轮啊神方便 做种种的器如来亦如是 与法无我 你一切妄想以种种智慧善 说如来藏不说无我 就是如来藏 的教学 我讲的 师尊讲跟我一样 其实他 内涵是法空性 但是就是做出 都是你嘛 尼硕的就像这个 批语一样 你可以做出杯子啊 很多不同的器具 好 所以如来藏就是圣生的 法空性 是指指众生生性的当即 本性空即性 所以如来藏就是法空性 这不是导师说这个事实的 愣且精说所以导师在 在谈这个三系呢他都会依着 经论所说 都依着经论所说 然后 尽量去会同彼此的这些 小米彼此的一个 有 的一种落差 也就是让大家的方向都能够朝向 一致 这是导师 去 抉择那么多 这个佛法 那里面有个重要意义就是 大家想的不一样但是 大家的一种 目标都是一样 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种 体会 好 好 那 因为众生 就是 有 会 觉得听到无我就会害怕的吗 所以 他说要花样翻新教如来藏 讲的跟神我一样 他其实他的用意是要适应 害怕听到无我的 这些人 免得他们听到 法空 人法 空无我 不可信受还要回放 所以这个是这样先 让他们信受然后再进化他们去提升他们 所以如来藏法门它是一个接引的方便 今天竟然要去提升 这些人要去进化他们的一个了解 但是呢 现在很多人修如来藏 不是这样修 就以为他就是最究竟了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跟这个任劫经的 的表达 的见解就有所不同了 好 所以这些人呢 就是因为他对于 这种 诸法无我 诸行无常 这些教法 没办法信受 所以要用如来藏这样的一个教学来 诱化他 这是如来的苦口婆心 如来的 善巧就在于此 听起来 婉然 婉然就是好像 神我的样子 可是信了以后 见识深入 才知道以前 错用心了 因为以前听了就怕的空 原来这个如来藏就是 以前听了就怕的空我心 所以 把包装的像我一样慢慢学习 把那个我的那个外 外衣把它剥掉 原来说 原来就是法工心 以前会害怕 现在不害怕的 那这个是如来藏教学 他的一个用心 所以他有他的意义 纵使他不了意 但是他 这个接引 这种众生应该是占 大多数的一类 所以他有接引众生的 作用 正面的意义 好 法空性 真如是无差别的 如保性论说法生无差别 真如无差别 皆使有佛性 事故说众生常有如来藏 法生片无差 对不起 刚才念错了 法生片无差 真如无差别 这个其实就是 保性论对如来藏的三个意义 法生片满 真如无差别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好 从无差别来说呢 众生就叫众生皆在佛就叫做佛皆 无差别 无差别 无差别法性是常恒清凉不变的 所以法性他是不变的 如来藏也是不变的 法奖跟神我一样也说他是不变的 那其实 把他换成法空性他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无差别 无差别就是在众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叫众生 在成佛的状态就叫做佛的一个状态 好 好 佛以此为性 以此为生 所以叫佛性 叫法生 好 因为真如法性无差别说呢 佛是这样众生也是这样 所以一切众生成就如来 如来藏 好 也就是这个就是在说明这个法生骗 就是骗一切众生 那佛当然也是如此 那无差别法性就是真如无差别 然后结实有佛性 约真如法性无差别说 佛是这样众生也是这样 所以一切众生成就如来藏 也就是众生有这个如来藏 他才能够修行成佛 大概是这样的意义 好 那最后 这个 愣结经说 未断 余夫 未无我惧 那这个是愣结经所说 那开饮 寄我诸万丈 这也是愣结经所说 因为这一些原因 所以佛说如来藏 那宝心论也有这样的意见 就是为使众生远离五种过失 所以说佛性 第五种就是寄生有神我 好那导致最后就就说了 这一点是如来藏教学的信心者应该深刻注意 物质以为究竟疗愈而其实是烂于外道 也就是说 什么意思就是来藏教学 它是一个不了意的讲学 那不了意是用于这些众生的这个教学来引导他们 慢慢慢慢能够信受一切法空 这样的一个道理 然后进步去体悟这个真理 所以它是一个不了意的教学 就不要把这个讲跟神我这样的一个东西 当作是究竟了意 然后修行就是要去找到这个东西 找不到这东西不存在了 能够找到的 也不是说找到 就是说当我们这个离一切子的时候 就能够体验到 体悟到诸法实相 反正诸法实相不是我们用一种有所得的心去找它 反而在无所得的一个状态 都一切法都不可得 没有执着这样一个状态 那就能够体验到 诸法实相 那诸法实相的体验 就是种种的光明 清静 然后它能显出种种的功德等等 以上是关于正常违心教学的一个说明 那就是这一个图 那阿拉耶呢 他这个虚妄为事 为事的阿拉耶是长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修行就是让整个 这一个认识活动变清净 那这一个如来藏教学的部分 他的阿拉耶长得不太一样 阿拉耶长得是这样子 那他修行所要达到的一个状态 就是把外面这一层扎然去吃 那就能够离构清净 离构清净 那为事他也有对如来藏做说明 因为他当时也面对到这些教点 那为事所说如来藏就是真如 主要就是真如 那正常违心的如来藏 他是真如再加上佛工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以上就是关于为事的 这个教学的这个分享 那这边就交一个段落 那让我们开放问答 我们现在是问答的环节 让我们现在开放问答 请Russell师兄提问 师父 是请 对于这个如来藏 这个 这个法空性 觉得是很不错 帮助我了解这个 信公为民跟这个真常违心的关系 但是我还有一点不太了解 就是说 是 那个图表是说 这个真常违心的话 他是真如再加上佛 佛工的 这一点我不太了解 就是说 真如跟这个法空性 就好像是真如有点像类似的 是吗 对对我这样改一下 法空性 这样可以 这样你就清楚了 意思是一样的 那假如说我们用这个 这个 信公为民来讲的话呢 那就只是法空性 但是 我们好像又把这个佛工的 到时候涅槃以后就 等于是 实际也是真如 也是 这个佛工的也可以摆在里面 是不是 这是真常违心的一个 是啊 但是我说 信公为民的想法的话呢 不是 真常 你说信公为民是吗 对 那这个时候 他只是真如而已吗 没有佛德吗 信公为民 他这样子 就是说 信公为民的如来 像他还是真如 法空性 其实跟为事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没有把这个佛 佛工的包含在内 应该这么说 我再画一个图 就是说 因为信公为民 他的佛工德是 跟真如相应的 是的 对 所以 他 他了解了 他跟这个为事有点像 为事有点像 但是呢 信公为民 金公为民 系的这个如来章 他也是 是真如 法空性 也也是如此 个人的理解是 只是 只是是一致的 那 关于佛工德这一部分 为事说是喜气嘛 对不对 好 那 那 那 信公为民 他就不用喜气来 来说明 反正他就是这一种 佛的 从过去 九元节所修的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国法 他不不建立在事当中 这样可以吗 我一起再解释一下 我不太完全了解 就是说 关于佛工德的部分 这个信公为民 他认为是 是一种 是不离真如的一种 的一种法 那他是这个清净的 的业 这个业是 这个是九元 所修行所感的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 的一个 的一个结果 这样 他就不不建立在事 这样 就是清净种子 信公为民 他的功德法 他就是功德法 他没有什么 种子所显现的 他就一应代元 九元修行所成的这样的一个功德 那他是不理 他是跟真如相应的 这样可以吗 真如相应但不等同真如 不等同真如 真如他就是无为法 那佛工德 他比较是清净的有为 所以他比较像 说法比较像为是 但是他的这个 佛工德不是建立在 清净的种子上 他就是清净的业 这样可以吗 那另外一个看法的话 如果说我们说涅槃 极尽涅槃来讲的话 是 那这个时候又是怎么样 一个解释法子呢 就是说 因为这佛空性 那个空性跟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如来战很像 但是 如果说我们把它 把究竟涅槃 那个涅槃来 放在这个框框里面的话 那又是怎么一个解释法 其实心中为民的真如 法空性涅槃 它其实是 这样 对 涅槃 这样可以吗 那到了那个 真常为心的时候呢 为是的话也是有涅槃在里面 你说为是的涅槃 为是它是不是 涅槃呢 应该也好像有 跟真如一样 会不会 为是的涅槃 这边我就不是太确定了 涅槃它就是 这个状态就是离一切的杂然 就是涅槃 是 对 它比较像这一个 好像不见得是 对 对那 这一个 但是应该这么说 心中为民 它的真如涅槃 佛空德 它其实是不能 不能离异的 但它听得懂 在一起的 它是相应的 它是相应的 但是佛空德 它是会生涅的 它是一种 涅槃的 OK 对 那涅槃 它是在指一种超越的 它应该是 用正面的方式去描述 它就是 不生不灭 不够不进 不生不浅 大概是这样的 是的 东方在讲涅槃 它比较在谈那种 那种体悟的一个 那个 那个当下的一种 情境的一种体会 基本上我也是 也都 也是这样子在谈 在讲涅槃 基本上就是 离染 就是原诚实 就是看你怎么去谈 它其实大家也都有些 相相相相似的 或者像空的一个地方 这样子 只是说 这一些功德 维世是建立在种子上面 但是 星空有没有种子的 是 那对于真上维心的话 它特别把这个 这个佛功德把它标出来 就是我 我先以为 就是 他们三个最后都是真如涅槃 都像这样 这个法空性 都是一样的 现在师傅这样表示的话 是不太一样 在我看来 不太一样 是 尤其正常维心 一定要把佛功德摆进去 是 因为它本来就具足了 而且跟如来上不相理 可以吗 就是修行 就是修行只是把外面的脏东西去掉而已 这些东西本来就有了 什么时候有 无始以来就有 什么时候变脏 无始以来就是脏脏的样子 就是真上维心告诉我们 就是生死流转是这样子 修行就是这样子 那 好 是 那我可不可以问另外一个问题 对 就是 就是 别人问了以后再说 等一下再说 是 第二轮 好 请Steve师兄提问 师傅好 事实上我的问题 我也是post在在那个 那个 聊天室里面 那我的问题是这两点 就是关于这个 为事无意 见分跟相分之间 我想要再理解一下 不晓得我 最近 这个 这段期间所听到的 是不是 是不是有没有听错 那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说 为事无意的事 是不是就为止阿赖也是 还是有包括前六事 一个一个来就是 为事无意的事 如果一能变的话 就是阿赖也是 三能变就是三种事 可以吗 可以 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换句话说前六事都不属于 这个为事无意 你会的事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六根 还有六事生 六柱生 六寿生 都应该是属于相分 没有六事生是属于见分 是属于见分 受想师这种这种过程里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四是见分的话 那六柱六寿 这个是属于见分还是属于相分 这是第二个问题 这是第二个问题 您是说这个二和根基 二和生是三和生畜 那如果说是六四生 六四生是属于见分的话 那六畜生啊 六寿生这等等是不是都是属于相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观察这个虚妄 虚妄为师的相是不是从六畜生 下去观察那个处里面有没有可欲处 不可欲处或虚妄处这样子会比较容易 知道那个处是虚妄的会比较容易着手 比那个观察室会比较容易 因为室好像插纳不住又很威胁 有时候不太容易观察得到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 OK 好 这其实是 这个是阿含经的修行观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因为 一从十二之缘起里面 这个认识的开始是从处开始 在导师的解说是 认识的开始是从处 因为生事 事要有处 就是知道外境是怎么一回事 那里面就有就基本上众生就是无名处了 与无名相应的处 那怎么样能够生名处就是要修正念正知 这个是在导师在陈五章里面 所说的这一套教学是 应该是这么说了 现在不晓得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 这个 维师 这个这方面的教学 并不是从原始佛教的十二次缘起里面 再演化回来的 而是自己的一套系统 他也有这样的十二次缘起的说明 就是说他的说明 是在说明众生流转的一个过程 那他的这个无名怎么来 或者怎么样去进化他 他比较是着重在我们跟进所产生的认识的当下 我们学了佛法之后 我们要知道这里面是错误的 不要被他骗 因为被他骗就会起贪嗔痴的烦恼活动 那要告诉我这个是心的一种 一阴代言所显现 那这些我们所认识的对象 并不是离心的存在的实体法 不要去知取他这样 谢谢 他比较是从这一个面 就是已经产生认识了 那就是我们去 借由佛法的道理 去看出他确实是错误的 那是没有可知取的一个地方这样 那去离职 那这个比较是 是在就是从修行 你要从哪一个地方就要开始去 去去去去去留意啊 因为有些从瘦嘛 去观察这个瘦 那从瘦的这种生 去观生灭无常 其实阿罕都在观生灭无常 处也是如此 那但是处太夸一下就转变成瘦 但是呢 我们的修行 在导师的说明就是 你要经常修正念政治 不要处的时候跟无名相应 那这样子慢慢慢慢的 你的不要跟无名相应的 这个烦恼的活动 几率减少 那你的身心的这一种 被干扰的状态就会减少 这是这时候有助于修定 有助于提升文师会 而进到修会这样 那理论是这样 可以吗 好非常谢谢 感恩很清楚 谢谢 好谢谢您的提问 请明师姐提问 师傅您好 是请说 那个我的问题是在 就是combining那个 刚开始的师傅的讲义 说是提到波周三昧经 OK 它是重于定的专修 那为世所现的思想 其实是源自于 很深定的那个定慧的修持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我的问题是说 在思想上 波周三昧经确实是 启发了违心所现的违世学 可是我今天听这个师傅讲的 这个 珍藏违心的时候 我感觉到说 如果波周三昧经 讲的是视心作佛 或者佛道我心 或者我心视佛的话 是不是又更像于 更感觉上他启发了如来藏思想呢 OK 这个问题很好 您的问题 问完了吗 问完了 我只是想知道说 感觉上他是同时启发 这两个思想 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 对 其实为是 因为正常为心也是为心嘛 是吗 只是说他没有去提到自信清静 在波周三昧比较还没有 讲到自信清静这一个概念 但是当心达到清静就是佛 阿汉经也这么说 就是心清静的就是佛 或是圣者 就是圆满清静就是佛 这其实各宗各派都这么说 只是说 那你这个心的本质是什么 这这个时候大家就不一样 都不晓得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其实他这个是共通的 就是说 当我们这一个 这个自信做佛 就是说 这个佛不是去求 是只要去净化你的心 就能够达到 这其实可以 似乎是共通的说法 就是因为我们阿汉经是说 要断烦恼 断烦恼就是要去 让这个心达到清静的状态 那其实这个说法 其实还是 个人的理解 还是比较是 各学派共通 只是说心的本质是什么 它会不会生灭 那这个就牵涉到各学派 有些不一样的一个理解 或是说明 它的分界在这边 那一切都是跟 只要是维心都跟波索三妹有关 我个人觉得认同 是 好 不想 对不起 那因为那个如来藏本身 它是有思想的演变 它从早期 早期的时候呢 并没有跟心跟事有关系 后期的时候才变成 亲近心是不是 所以如果说这个观念来结合的时候呢 我的思考是说 所以这样子看来的话 它是同时启发的 这是我的想法 不晓得对不对 同时启发为事跟人来照 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因为都是都是跟心有关的 以心作为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核心 只是说波索三妹没有说这一个 有他也说三界是心所造的 但他没有说这个心到底是清净还是扎然的 这还还是还没有很明确的说 那为事说是扎然 若来藏说是情景 可以啊 可以就是说都是 可以追溯到波索三妹间的教学 好 谢谢师傅 谢谢 感谢 好 感谢您的提问 请汉林师兄提问 感恩法师 我的问题有两个问题 都是两个相关的问题 是是 用那句话就是 一如来藏而有生死 而有涅槃 这个一字 好像就是说 听了法师今天的课程 对这个一字的了解 就是和我以前的了解 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我的两个问题呢 是这样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维世学里边 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 一元成实性 而立边际所值和一塌起 没有立一塌起 而有边际值跟原际值 就是没有说 一元成实性 而有边际值和一塌起 没有这种说法是吧 在我个人所看到的 是没有 这只能说限于个人所接触到的 实际上有没有不知道 因为目前我个人所接触到的 的教典 还没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就是说 这个原成实性的话 不能和如来障 画得好 为世的如来障 就是原成实性 那和那句话就是 好像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以原成实性 而有边际所值的法 申请 那这是正常为新的说法 这个比较是正常为新的说法 这样可以吗 可以 那我第二个问题 还是这个 等一下 但是这个说法又不精准 因为他依的是这一个 依的是这一个 阿赖也 虽然他的本质是如来 内部不生灭的一个本质是如来 但是 他会生灭是在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就不会有生灭 所以严格精确来说 还是依阿赖也 不晓得你听得懂 再有 就是给我第二个问题 跟这个有关的 就是说这个一字 就是从您的这课程的讲解来讲 好像我的理解 是这个一字有支持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话 您画的那张图 就是有一个圆圈 上外边有烦恼 就好像说是说 一如来藏 那么这些话 有一些课程烦恼 那么这个一字 可不可以说理解为 就是说实际上的话 是以如来藏为体 就好像做另一种比例 就好比说这些话 我们所有的万法的生起 就像波浪一样 那波浪之体是水 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 就是说这些如来藏的话 是万法之体 OK您说这个 对如来藏是这么说的 就是正常违线就是说 如来藏是不生灭的 一切法一于如来 这样就像波浪 它会生灭的 但是波浪的本质是水 那换句话说 那个万法的本性 实际上是如来藏的空性 你讲到这个本性的问题 它比就是 你记得那一个批语 虚空太阳跟乌云 那它其实乌云的本质 不是那一个 因为这个波浪跟海水 它只是要说这一种 生灭跟不生灭法 它是不理 就是这个批语有时候 它不能 没有限制去解释一切现象 不晓得您能够懂这个道理 有些批语它只是在说 某一个 某一个特征 某一个角度 它不能无限的去解释 所有的一个情况 所以波浪跟这一个海水 它比较是说 它是 依于海水而有波浪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也可以啦 就是说 就是阿赖爷的一个 一个真正的本质 它 它其实就是海水 它就是乌来潮 它的一个真相是 它叶相 叶相会灭 会生灭 但是它的真相不灭 是可以这样来说了 应该是说阿赖也的本质 因为一切法是由阿赖也所显示 如果从这个愣且经 是这个东西 杂然法叫清净法 这个东西叫阿赖也 然后它能够显现出七世 然后一切法 后面讲就跟维世所说的是一样的 只是说阿赖也的这个特质 跟维世所讲的阿赖也是不一样 后面那一段其实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个一切法 它其实是由阿赖也所显 所以它是以阿赖也为因的 那阿赖也它又以这个如来藏清净 自清清净为本质 它还是有一些层次上的关系 不想要这样说 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 可以好感恩法师 是 请历练师姐提问 师傅好 您好 最后一堂课 所以抓紧最后的机会 一个刚我们提到这个三系的问题 就是说 不管它是中观讲的说诸法实相 或者是维世的原成实 甚至或是增长的如来藏 都是在讲法空性的一个概念 那理论上来讲 就这三系事实上 适应不同终生 但是它的终极目标其实是一致的 可是三号有时候就是 如果以前两期来讲 这个法空性 我觉得虽然说 虽然说维世 它是空中说有 但是它是迂回了一点 它的 它的这个法空性 还是蛮彻底的 至少就是跟中观的法空性来讲 它到最后 比如说维世来讲 它先以世前进之后 它再回来 连视野也抿掉了 它的真实性在这里 其实它 至少它有脱落了一层了 但是在增长维新的部分 它以如来藏去 潜进的时候 它因为它外沉 它刻沉所染 这个沉白 就是外在 外沉过来的 所以它以如来 以外藏潜进的 这个观念上面 它没有反过来 潜这个如来藏 就是说是如来藏 实实中中都是扎扎实实在哪里的 就是在这个法空性的正德之下 当然说你 你浅出了 浅出了课程 它当然也是 也是诸法实相的显现 没有错 可是 如果以法空性的彻底性 怎么说这个如来藏 珍藏了这套说法 真的很难去除掉说 我即便正德的 真如实相 但是我其实 那个如来藏 它是脱落不了的 在彻底性上 我觉得这三戏来讲 它显然就是 就是没有办法跟前两戏 就是 就是第二戏 它迂回了一点 但是它至少 空性的彻底性还是有 但是这一戏 我三号都是觉得说 它的确是还是有隔层 隔层的玻璃 我不晓得师傅怎么看这一点 阿弥陀佛 好 感谢你的提问 其实 等一下 观察一 应该这边有 这个是 这个是任切经的 任切经是这个增长危险 因为我们要看它整体的一个说明 它在讲观形的时候 其实导师用了这个什么观察一禅 然后这一个 这一个 尽不可得 这叫远真如禅 这又是如来禅 它其实在 在说明禅观的时候 还是 这个是任切经说的 那这个 那你要不要分享画面 我们看不到你 的时候 它 它是这么教的 但在讲理论的时候 因为是为无我惧嘛 所以要讲真实一点 但是讲观形已经是 已经是不再为无我惧的时候了 才有办法 进到观形的一个层次 那其实就是 这个是跟维师的观法是相同的 这倒是所提示的了 不晓晓 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 有 有 我的问题其实也不是说在 他们两个观法不同 只是就是说 我会觉得说 它到 对 那个如来这样的教学 他在讲 实有的一个 内涵多一些 如果讲比重 就是 中观是 是零嘛 对不对 都是幻有 为师呢 可能就是一半一半 或是 这个 一半一半 那可能在如来这样讲的 的那个内容又多一些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意向 但是 真是真正在观的时候 还还是要要回到 这个 修行的核心 就是一定要 离 离职这样的一个 的意义 到意义上来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可以 谢谢师傅 谢谢您的提问 不好意思 因为刚才要贴问题 所以 就是分享画面 暂停 还没有其他的问题 目前没有网上举手 所以 您解答 网上的问题 就是贴的问题 这边有一个 全部贴近了 有些他是 发表观点 我有时候 也不是很明白 所以没办法回答 请大家 简然因为 大家的境界太深了 没有交代 只是说人死了之后 怎么 怎么从 这个生命状态 到下一个生命状态 我不晓得这个法有 所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在按照导师的说法 他只能用辟语 然后就是 应该是 不管是生肇 还是谁 用庄子的心静火相传 这样的一个辟语 他只讲辟语 其他他就不讲了 所以我所说的这个 不太去说明这一些 不是说 不去说明他的因 是从这个生命 这个众生死掉到 到他所谓的下一生 或者投胎 或者怎么样 那过程的转换是 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就是这方面 中观他不太去谈 那 反正 按照导师说 这种空间时间都是幻象 那这个对一般人 没办法接受理解 就是 讲完就是了意说 但是 他就是要一个具象的 从断气那一刹那 然后发生什么事 然后下一个moment 发生什么事 一直到下一个生命出现 这个每一个过程 到底是什么 众生是比较 比较想要知道这些事 但是中观不太去解释这些 就是说 这个业到底怎么存在的 我们现在做一个动作 业消失 但是业力呢 佛说会有业力 他到底怎么存在的 他的储存 储存体是什么 我们有记忆体嘛 电脑有那个 flash 那到底那个业他存在的 这中观他就 他就没有太去说明 我们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不是说 没有去说明他的流转的因 所以流转的过程是 他不太去讲这些东西 业会相续 是指的是因的问题 就是有我 就是烦恼 所以只是说众生比较 希望知道一个比较具象的 不晓晓有没有回到这个法有的问题 可能他觉得我们讲的跟他想的不太一样 那应该就是感觉是应该有 有大概回应到了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 OK 那也是 一能变为是不会有这种情况 这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 因为这个是如来藏去吸收为是 那他吸收的是哪一个系统 这个很难说 因为从他所说的七世 跟阿拉耶的关系 看起来是一能变 一种七转 但是说所有的净都是 都是这个虚妄的 都是虚妄或是没有这种所谓的 的这个像 是这个看起来又比较像三能变的 这个所谓的极 极端的违心 只有心才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所以也不是很清楚 到底是是怎么回事 好 那就是 经论可否分派系 常看到讲派系史 应该不是说派系 就是说他修行的体系 派系是人后来成立的 但是这些经论在讲修行的这个理论 它是不太一样的 那因为面对众生不一样 所以讲的这一个 的这一种道理不太一样 应该是派系依着不同的经论 而不是经论去分派系 但是经论本身它教学上 的差异是存在的 那大概是这样 不知道有没有回到这一个 这位法友的问题 因为宗观他所依据的经论 是这一套教学 所以他叫宗观派 那但是波尔经 我也是他也教 但是他讲的又是不太一样的解释 所以经本身它不一定有 就是同样一部经可能 三个这个体系 对他都有不同的解释 所以这是共的部分 但是有一些经 他跟其他的经在谈修行的这个方式 或是理论他讲的不太一样 但他就是有差异 那你不能说 就是什么分派系 他就是不一样 因为这些道理是对这一群人讲的 这个道理是对那一群人讲的 那你说有没有派系 不知道但他就是不一样 不晓得有没有 他就是解读波尔经 用为师或珍藏处理 论是否也是 这个不太懂这个问题 这个能不能解释一下 后面最后一段是解读诗 就是波尔经是不是可以用 为师的思想和正常的思想去理解 然后论是不是也是可以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理解 基本上导师是说精通论别 就是说 就是一句经文 你到底要怎么样去理解 其实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方式 那哪一个会比较所谓的符合经本身 从整个体系看下来 比较符合这个体系前后一致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这个是可以去讨论的 不晓得这样讲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 可以 所以波尔经导师说最好就用中观这一套去理解 我也是当然也有解释波尔经 但是他导师认为他就比较有一点隔阂 比较有一点隔阂 那珍藏的这些古德 就是依着这一种 比如说在导师的理解 禅宗其实是珍藏违心的这一套教学 但是好像也有人在讲金刚经 所以他可能他解释就用珍藏违心那一个概念去解释 但是就是说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哪一个比较跟金的这一种体系 前后比较有那一种 一致性或是结合比较 比较理想的一个解释 那这个就可以讨论了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 是这样有回答到您的问题吗 有有谢谢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讲到 阿拉雅也是扎然种子 不离如来这样真相的夜相就有生死 如来这样长出不变 不离生死 就像虚空随方 这个可能是断句上的差别 如来这样真相的夜相 然后回到那一段文字 这有时候在读导师的书会有一些断句上的一个 的一个差异了 是用搜寻的方式 不想看 应该是这一句 那这一句 他的断句是这样子 就是由此阿拉雅也是的扎然种子 这扎然种子就是 这个 就是夜相 这个夜相是不离如来这样真相的 一个一个法 的一个夜相 阿拉雅的扎然种子是一种夜相 是会活动的 那这样的夜相 他并没有离开 如来这样这样的一个真相的一个法 就这样子 不晓得有没有回答到社会法有的问题 就是这一个图就是这个灰色的部分是夜相 但他并没有离开 如来障 那这个如来障就是所谓的真相 真相是不灭的 如来障是会生灭的这样的 好 不晓得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 有有有稍微理解了一些 是 谢谢师傅 谢谢 好那都回答完 刚好十点 那师傅 刚刚Russell师兄 您需要给他第二轮 是 那你把他的问题 时间到了就再说了 谢谢师傅 谢谢 看一下您的问题了 我这个问题是这样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大乘三系 都是从汉传佛教的这个角度来看 那么现在的话呢 资讯很发达 尤其是这个 这个据我所知有些这个藏传险教的这种文献 已经很多地方都有了 那就想尤其是在这个佛教在尼泊尔子 他们那边的佛教就 据我所知好像是 比较后期的大乘佛教 他吸收了很多印度教到里面去 那么据我所知这个藏传佛教的话 有很多也把那些想法也摆进去 如果这些是真实的话 那么 藏传佛教本身就有 他很跟这个大乘佛教是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这样的话呢 他跟汉传三佛 大乘三系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当然我们密藏不谈了 就是从险教来谈 有没有什么在这方面的资讯或者是说法 或者是这种reference 我们大家可以参考得到 好 我们简单回答 因为时间也到了了 这么说好了 就是说西藏佛教它是 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修行就是密法 密法 那虽然有中和巴大师 独立到此地广论 这是所谓的显教的这个教法 那根据 应该是导师书中所说 他是从中和巴大师的著作当中所得到的一个消息 就是这险下东西只是让你知道 真的要修是修密的部分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 那密的话基本上就是如来藏的一种 的一个修法 当然它还有所谓的 里面有中观思想 那中观思想是险教 那个不是 比较不是拿来修的 是拿来知道的 他们真的修是修那些密法的 这个个人所知识是这样 那导师从法尊法师那边得到的消息 好 那当然不是中国汉传佛教 他是印度佛教就有 这三种 因为导师义都是经 你看波兰中观 中论是印度的 唯识 虽然有唯识中 但是一的是 吴佐世青的论 然后愣且经 这个都是印度佛教 当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些教学 那导师只是把所在里面教学 修行的概念方法有所不同 但是目标是一致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正常佛教它比较复杂 因为它有了解 让你了解的部分 还有它真正去修的 但是修的其实是秘法 因为中文巴大师他写了两部书 一个叫《菩提道次第广论》 一个叫做《秘中道次第广论》 《秘中道次第广论》有 所以导师看过这一本书 这个是要灌顶过程 但是因为法征人法律请他论事 所以他有看过 而且他问法律人法律很多里面的一些问题 他在书中有大概点了一些 大概是这样 所以真的是实践的部分其实密法 但是他在讲也有讲显教的部分 那如果从中二八大师的一个看法 那个是让你知道的 真正修的是密法 大概是这样子 那相关的内容 在《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 最后一章就是密教的部分 大家后期可以去看 那基本上密密 他还有就是导师有一部书 叫做《修心修定与秘密大圣》 也就是秘密大圣 他还是这种珍藏这样的一个 对对这一个修行的系统 在从导师的理解当中 得到的讯息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东西我们只能谈到这边 那这个 最后也是要 要说一些感谢的话 就是感谢大家 这几星期来的参与 让这个课程能够更有意义 透过大家的问题我们也去思考 我们很多没有思考过的问题 那有些问题我们没办法回答 那就请大家能够见谅 毕竟我们的所学有些 那有回答的问题基本上是 就是根据导师的著作里面 我们所得到的一个理解 那大家可以有不同的一个理解 那这个我们都觉得是可以的 那当然就是我们要去检证这样的理解 那也就是透过我们这个实践去检证我们的理解 或者透过多方面导师不同著作的一个阅读理解 再去进一步去去确认我们所掌握到的这些知见 是否正确 那这些知见很重要就是 它就是我们要修行的一个依据 修行就依着这些知见 然后才能够在面对各种不同的情况 依着这一个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 去实践我们所要修学的法门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要去实践 在这边大家弄清楚道理之后就是去实践 那为师的实践怎么实践 所以一个个人觉得比较容易去把握 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个世间 有这一种情绪起伏的时候 要记得 或是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的认识是充满了错误的骗迹时 要记得我们现在在被虚妄的一个 一个情境所欺骗的不要被骗 先冷静下来不要被骗 这里面是带着错误虚妄的 要去思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慢慢去挑补我们这一种 其实情绪就是烦恼了 烦恼的一种综合的一种表现 情绪是烦恼的一种综合表现 有欢喜有贪有称恨等等之类 所以一切的一切都希望大家能够回归到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世界 他不只是在苦团上打坐的时候 去观照去思维 他同时也是在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 就是这个都是新的显现 那一个很比较容易去掌握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都遇到同样事情 他的情绪就反应不是那么大 那我的反应为什么那么大 那就是新的问题了 因为他的对这件事情的认知 跟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是不同的 所以就是会有产生不一样的一种认识结果 以及认识结果所产生的身心反应 这个我们从这一方面去下手 慢慢去体会到很多事情都跟我们的心 是有深刻的密切关联 我们先做这样的一个连结就是 很多事情都跟我们的心是有密切的关联 那这个就可以慢慢去去体会到 事的显现 有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这个这一次的课程呢 在这边呢就是要划下去点 那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当中得到一些启发 若有我们说错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依不依语 能够自己去改正 那然后理解出正确的一个道理 那如果有问题 欢迎在在这个基金会的网站上 能够留言 我们就跟针对这一次的课程 那我们会尽快的给大家一些答复 好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师傅 谢谢师傅 感恩 感恩师傅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感恩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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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切 普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跌广成佛道 跌广成佛道 我等于众生 很明显 好 好 好